草莓本身它就是伯来品 草莓在什么时候来中国的呢 昨天我被烟熏到了 不少的朋友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调侃或关心 在此表示感谢 但是有两位朋友 站内私信我 他们没有任何关于草莓的问题 仅仅是私信问我 飞鱼有没有被熏到 身体要不要紧 以后一定要注意 真的是被你们感动了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草莓在这个时候下来 是不是反季节水果 反季节水果 反季节蔬菜 这个是不是算伪命题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 从南方到北方 你只有北方冬天是寒冷的 南方不管是种菜还是种水果 那青菜北方在春秋季能种 夏季能种 冬天种不了 可是南方就能种 那对于北方来说 这就是反季节蔬菜了吗 蔬菜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吃的更多呢 那如果你说 反季节的蔬菜也不能吃 好 那你现在在冬季 除了萝卜白菜 其他的不要吃 对于我们北方来说 其他的菜几乎都是反季节的 这个又是一个理解认知的问题 类似我之前说的化肥冬药的问题 草莓本身它就是博来品 草莓在什么时候来中国的呢 据我所知大概是上个世纪初 也就是19几几年 它是从南美过来的 这个姑且不论 以后有机会再聊 那么草莓在我们小时候 特别是在我小的时候 八几年 九几年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地栽 地栽草莓大概在 每一年的五月份左右 跟樱桃前后脚的上市 那个时候是没有保护地种植的 所谓保护地种植 就是用大棚 保暖保温的一种保护种植 在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慢慢有了塑料 大棚的供应 那个时候塑料才慢慢兴起 我们特别是跟着日本来学习 草莓大棚的种植和栽培 到了九十年代 慢慢的到了2000年以后 这一二十年 我们吃的草莓 绝大多数都是大棚种植的 在大棚种植 基本上就是在冬天 十一月底十二月 慢慢的上市 一直卖到年后三月份左右 这样的话 不能严格意义上的讲 草莓是反季节的水果 草莓开花结果是需要温度的 它喜欢的一个温度区间是 十五度到二十五度 这就像大多男性一样 喜欢十八岁到二十八岁之间的 年轻冒霉女生一样 他怎么说反季节呢 秋天也能开花结果 春天也能开花结果 像我们国家的南方 这个时候冬季 它的温度刚好是在二十度左右 那是不是就适合种草莓了 反季节的水果 你就是教业 仅仅是对于我们北方 有冬天的才能叫反季节 那反季节水果吃了对人体有害吗 你猜吃了多少草莓啊 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所以在这一点上也真不必要纠结 草莓随好 吃多了最大的不好 就是因为花钱多 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面会买到两种草莓 一种是保护地 大棚里面种出来的 一种是地栽草莓 比如说丹东 东港的红颜九九草莓 现在在超市里面大概六十一斤 甚至炒上 看品项了啊 比如说云南的地栽草莓 现在在超市里面大概就卖二十多块钱 这两种草莓的味道绝对是不一样的 北方大棚里面的草莓 昼夜温差大 成熟时间长 大概四十天甚至更多 而南方地栽草莓 温度高成熟短 大概二十五天到三十天就成熟了 这样的草莓从成本上从口感上都不一样 所以它的价格是有很大差别的 昨天阴天心情不好 今天晴天心情还不错 摘几个畸形果 畸形果也一样 都是化肥农药和烹打鸡出来的吗 我这可不是啊 酸甜啊 一点都不难吃啊 畸形果 畸形是畸形而已 味道和口感你逼起来吃 和好的草莓是一样的 如果你喜欢草莓 如果你喜欢吃草莓 如果你喜欢种草莓 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手艺人蜚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请关注跟草莓死磕